方式全部是史無前例的做法 他自己都承認是沒有先例 是他利用主席的權力去自己作出的一個決定 我是覺得這個做法是極之有問題的 我認為主席是濫用了他自己作為主席的權力 因為在法案委員會一個公開的會議 無論是公開的提問或者書面的提問 對於法案審議的工作是非常之重要 往往在法例成為真正的法例之後 在法庭的審議遇到爭議的時候 往往都是看回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 議員的提問和政府的回答 去給法庭一個參考 看看當時的立法原意是什麼 我們也要借這些機會問清楚 在一個這麼爭議的法案裡面 究竟哪些場景市民是會誤到法網的 背後的立法原則和牽涉的政策是什麼 我們很需要這些時間這些機會去問的 所以如果連這些這樣的機會 法文都要設限的話 我們是審議法例的權力是直接受選的 最終市民是監督立法會 透過我們代議士去提一條法案 去怎樣審議 這個權力也是受選的 所以我在這裡譴責 法案委員會的主席條長江 用這個方法去自行決定 更加把我趕離出會議室 我覺得是莫名其妙的 當他作出這個決定 要為孫敏的問題設限的時候 我只在這裡說了一句 我說是濫權 就已經被人趕出會議室 這個方法呢 我們覺得是一個議會的暴力 我們看到議會呢 慢慢保皇黨 建制派 就是用他們的主席的權力 一點一點就將我們的審議 法例的權力 監督政府的權力去斷送 最終是令到我們 立法會的地位 或者權力都是受選 都是下降 受害的都是市民 我希望傳媒朋友和市民可以看到這一點 另外就是 保安使用那個武力的問題 就是我今天呢 就是右手手腕受傷的 我去了馬例醫院 也都見了醫生 醫生就說是受到拉扯底下的 右手腕關節裡面的軟組織受傷 那我就當然會痛 那也都需要是敷藥去止痛 那當中我看到 其中一位保安呢 是刻意用力呢 是一手抓住我的右手 另一隻手呢 就是將我的右手手腕 向內去大力去壓 那這個手法呢 我們過往見過 就是在警方 是不同的 對付示威者清場的時候 用的一些 是幾大傷害的武力來的 所以我看不到 過往 發生過很多次 就是主席 要求保安把議員離場的時候 保安都是這樣抬 過往大部分時間 我看到保安都是相對克制 今天我不知道為什麼 會將這種武力去升級 會用一種刻意令到議員很痛的方法 去抬走你 那如果這種方法是主席 或者是行管會 或者是立法會大主席的 就是一個容許的界線 我覺得是絕對 是立法會主席 行管會都是應該出來公開交代 日後是否台議員的時候 可以屈又可以扭又可以打 提升這些武力呢 如果不是的話 我針對那一位保安員 我希望他出來公開澄清 我希望保安組和行管會 要看一看這位保安員 這個行為是否恰當 如果是一個議事的爭拗裡面 刻意令到議員受傷 這種絕對是不應該的行為 我亦都就這個行為去報警 警方亦都是向警方投訴 受到一位保安員的襲擊 警方亦都是在手處理這件事 我看到這件事 其實你剛才同時 放軟了身體 被三個保安抬走 直到你投訴那個 走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你好像有點激動 其實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過往這些場面都發生了很多次 我都不是第一次被保安抬走 我過往的做法都是 就是放軟身體 盡量你就抬走我 但是今次我都是用同一個做法 放軟身體 放鬆自己 但是抬到去 接近會議室門口的時候 保安突然間 用力扭我的手腕 向內扭 我就覺得很痛 所以那一刻我都有激動 我就叫我 為什麼你要扭我的手 為什麼要弄得這麼痛 但是當然他最後沒有任何回應 出到會議室門口 我都跟他說 如果你這樣武力的話 我是會追究的 但是到現時我都得不到保安的回應 我覺得如果在這件事上面 大家在片段都看到 我是被五花大綁這樣被人抬走 如果我都還有餘下 或者還有多隻手可以襲擊到他的話 我也覺得他這個說法都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他是莫名其妙的 如果他說有保安受傷的話 我絕對不相信我的行為 會令到任何保安受傷 反而大家看到 是不是每次這些議員 被主席趕走 發生這些衝突的時候 永遠都會有保安受傷 永遠都是報警 當中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想市民都會理解 會不會是因為為了報警 要進一步對付議員呢 這個是令我有質疑 你覺得馬丁劉 已經被罵了他的能力 在遇到會議室 以及被拒絕你 市長嗎 馬丁劉 完全被罵了他的能力 被禁止的空間 為了問政局 要請問責任 或者是寫回答 因為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在很多個案上 的處理會 我覺得他們會看 這些看法 和談論 和勞力的 各自在罷了 找到勞力的 of particular legislation that's why having a public record in a bills committee it's very important now without consultation and suddenly he's decided to limit this kind of procedure so that we cannot ask more questions in council I think this is absolutely an abuse and I also believe that by using force ordering security guards to physically evict councillor out is not respectful at all and that's and I also have injury in my right wrist and now I'm complaining against such act done by that security guard not if you'd like to ask you to prison that's why I'm concerned that you have to捉 and you're not as good as possible you're not even ready to prison I'm not afraid of you 因為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police And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police So the police has the right to be carried out with the police And he's going to be able to police 主席的命令 但今次我見到有個別的保安員 是提升了自己的武力 刻意做一些動作 去扭傷 去令到議員覺得痛 這種我覺得是對人身的一種襲擊 日後 我相信如果 不是我們提出最大的投訴 這種武力是會升級的 所以我覺得 作出投訴是應該的 亦都是被行股會審視 究竟是個別的同事 做得不對 還是根本是這種武力是容許的 是透過這個程序去澄清 謝謝